录像机坏了 收益1000块钱不多吧 监控室打来电话说 右边一个显示器整个黑屏 我以为是信号员选错了 然后没信号 它自动黑屏了嘛 谁想到这个录像机有问题了 这个录像机重启之后 只有一个绿色指示能量 我们把两个录像机的信号 然后对调了一下 你看 现在变成左边黑屏 右边能出图像了 说明右边的监视器是没问题的 是这个录像机有问题了 这个是没有想到的呀 这个是海康7932NK4四盘为32路的录像机 已经整整使用六年了 目测主板上电容啥的也没有明显古包的情况啊 把四块硬盘的供电线全部拔掉 看是不是由于硬盘循坏引起的呢 发现一个规律啊 通电的时候主板上一个红色指示灯是亮的 过一会他自剪的时候有个D响一声 只要D一响 然后指示灯也灭了 各路供电呢 都变成零了 指示灯亮的时候 我再测各路输出的电压是否正常 哎 响一声之后 你看 变成零了 电源不工作了 为了确定是否电源引起的故障呢 又找了一个电源 这样测试一下 完全正常 说明就是电源引起的 用一个导线短节绿线和任意跟黑线 这样电源就有输出了 测量3.3V 5V 12V都完全正常 测量再正常 装上不能用 那等于零 所以说要拆开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毕竟咱们测量的时候是空载嘛 装上是带载 吹完干净多了啊 目测的话 它里边电容也没有鼓包啥的 我是怀疑某个电容出问题了 发现一个固态电容470位法变成300位法左右了 换了一个电解电容上去 这就是这个黑色的 哎 一切正常了 我又把这个固态电容装回去了 就是为了判断是否是这个电容引起的 看 大家看一下啊 第一响一声 然后听机 看来就是这个电容引起的 所以空间有限 电容管脚上套点热缩管 然后准备让它站高点 不然放不进去 换了63伏470位法电容 这个电容只能这样站着了啊 所以说要套上热缩管 不然有点危险 这个电容就是5伏的滤部电容 看 路线机一线正常 就是这个电容引起的 我们测量一下这个电容啊 16伏475位法的固态电容 看一下结果 308位法 然后这个ESR值呢 也有点高 这个固态电容呢 是5伏的滤部电容 这个电源用的芯片是EST7627N 它有完善的过千压保护功能 应该是电容容量不足之后呢 当整机启动的时候 检测到5伏不足 它就会保护 到底多大的ESR值为好呢 看 我又找了一个全新的63伏470位法的电容 看一下 测出来的结果 0.05欧 这个硬盘录像机呢 成本的1000多 然后还不含硬盘 假如换个狠人的话 说这个电源坏了 把这个主板也给烧了 硬盘也没保住 也烧坏了 那这样全部一换的话 那里好几千呢 你说我该收多少钱 或者是我该给公司报多少钱呢 其实这是我们监控室的录像机啊 当初六年前还是我装的 走吧 去装上去吧 收啥钱呢